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Apps Gaga,舒惟維 你有看過今年的WWDC嗎? 裡面有一款很紅的照相、相片編輯軟體 叫做Affinity Photo,我馬上就買來了 那我來帶大家試試看這款App 我用Affinity Photo for iPad這個軟體 做了我的Podcast這個封面 這個鴕鳥的圖片這個處理 我就是用Affinity Photo for iPad來做的 我發現這是一個很神奇的軟體 所以來推薦給大家 順便教大家怎麼樣做出這樣的一個封面 那這個就是我的Affinity Photo 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邊就是你的主要的畫面 我在這邊可以加入一個新的Project 所以再按這個 加入新的Project可以加入 從圖片加入新的Project 我就按圖片 那這邊我就輸入我從網路上面下載的 這個鴕鳥的圖片 這就是我的鴕鳥圖片 我想要幫這個圖片去背 去背是這個App裡面的一個功能 這個App還有好多好多的功能 那它所有的功能你都可以按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有個小小的問號 這樣長按以後就有所有的功能 就超多的功能 我現在只用其中的一個功能而已 那這個功能是去背的功能 如果你要去背的話 就可以選這邊 這個 這個 選取 這個工具 這邊 看到了嗎 這個繩索 這個選取工具 選取工具選好以後 可以選 這個 這個叫智能選取工具 叫智能選取工具 那選到這個智能選取工具以後 我就用 可以調這邊 調這個智能選取工具的筆畫 這個筆的這個大小 我就在這邊可以調整 我就差不多這樣的大小 那我就選這些 就可以做初步的選取 這樣 那選好以後呢 我就按兩根手指頭 這樣 點一下 它就可以反轉選取 這邊有反轉選取 我就選這個反轉選取 之後呢 有些地方我沒有選好 我就按這邊 這個 這個叫做 優化選取工具 我就選這個 優化選取工具 之後呢 我就 這樣子 用畫筆在這邊 在這個邊緣這邊 塗一下 這個邊緣這邊 塗一下 像這樣 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現在iPad 用平板就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用去背 而且是很複雜的去背 這樣子 看到了嗎 我們就去背去好了 看它的這個毛啊 這邊 都去的蠻不錯的 看如果我們把這個 預覽變成 黑色遮罩的話 哇 就去背成這個樣子 去背的超好的 這就是 今天推薦的這個軟體 叫Affinity Photo 超神奇的軟體 然後我用這個 去背好以後 我就把它進一步的做成我的 Podcast 這個封面 像這樣 像這樣 這就是今天幫大家介紹的軟體 我只有 用它的一部分的功能 這叫Affinity Photo 那如果之後 我再學到更多這個App 怎麼用 我再來教大家 我們下次見